他给我视力矫正的时候 左眼是没问题的 他说能给我矫正到1.0到1.2 然后右眼他这边视了半天 说只能给我矫正到0.7 他当时用他那个楼上的机器 有个机器给我测 他说可能我右眼有个什么东西 反正我也不太记得了 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比左眼要弱一些 只能交到0.7 潘先生介绍 半年前他在宝岛眼镜杭州夏沙学灵店 配了这副眼镜 当时花了2500块钱 但是佩戴半年来 右眼一直会感到不舒服 我去这儿去测了一下 所有的检测我都做了 挂了个专家号 然后医生给我的评论是 他说我的右眼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没有疾病之类的 可以矫正到那个1.0 然后这边的话 我就是去了那个指尔回来 我立马就找到这个店 然后他跟我说 第一个那天我来检测视力 他说可能我右眼比较疲劳 然后第二点 他说他们的视力比医院的要小一点 医院的要大一点 你说这个讲这两点不是侮辱我吗 我就是冲着他们的技术跟服务来的 他讲这句话不是侮辱我吗 你说这个怎么的幸福 不是这个店长说的吧 一个女的 这个女店长 店里的一位男店长出面接待了潘先生 一字的 我们是一字的 一字视标 他们那个是不是视标 那我目前我还没有了解过 就是也是ABCD的E 那个E 其实上下左右嘛 都是E我知道 那为什么会字幕表大小不一样 如果是一字大小是一样的 管店长介绍 如果都是用E字视标 字母大小应该是统一标准的 不会有大小的区别 当时接待潘先生的女店长做了解释 可能会存在字体大小有点点区别 但是也有一个光线的问题嘛 我也讲了呀 那刚才这个店长也说的 这个如果是E字标 应该是标准一样的 它都是E不是C啊 但是它多多少少 因为我们和医院 它调的一个大小 可能稍稍有点区别 这位余店长的意思是 E字视标都是电子屏 电子屏上E字的大小 都是通过人工调教的 不同机构调的大小 不一定完全相同 你有没有人说 是因为当时它是疲劳 所以导致 说过了呀 因为正常的话 如果存在是疲劳 我们看不清楚 当时视力较不上去 是很正常的呀 我们燕光老师 当时我也确认过了 燕光老师把全脚的一个度数 也给他确认了 但是视力确实上不去 有可能是因为去年 眼睛太疲劳了嘛 都有原因的呀 你当时去年的时候 到底眼睛挺有疲劳的 因为那个眼睛戴了好多年 它那个有点磨花 的确那个右眼 是没有左眼看得清楚的 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疲劳 这个讲实话的 右眼没有左眼看 潘先生怀疑 半年前眼睛店 对自己右眼眼光不准 矫正度数也不准 所以导致 这副眼睛一直戴着不舒服 他的诉求是推款 眼睛店的管店长介绍 当时潘先生佩戴了一个月不到 反映过类似情况后 店里当时已经免费 为他更换过一次镜片了 他认为店里的操作没问题 也是因为处罚 我也是认同的 认同的 对因为他是半年过后 因为我们当时 售后也是一样的 如果一个月度数内 我们是可以根据 如果是说 潘先生你过来 我说句公道话 因为这个事情 毕竟是发生半年前 那么半年之后 度数发生变化 也是情有可言的 我能理解 所以我并没有下定论说 一定是你们宝导 配的眼睛不准 或者什么之类 或者小阵阵阵阵 我没有这样下定论 那么半年以后 既然现在你发现这个问题了 也是那个资二医院过了 所以我给你们做公道 就是索性 你们就按资二数据 给他免费的更换一个禁片 这样可以吗 皆大发行 你也省得在另外花钱 潘先生同意记者的建议 眼睛店的管店长表示 他需要先请示领导 过几天会给潘先生一个答复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